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887集 战争号角 这乃是轩辕帝国的战争重情 是远古重宝 专门用来攻略城池的 十分可怕 轩辕帝国之所以在200多年里 吞并武裕其他几个大国 成为大陆第一帝国 靠的就是这战争号角 号角响起 天崩地裂 所向披靡 无伤武帝扬起号角 第一时间吹响 顿时 仿佛有来自远古 金戈征伐之音传出 一道恐怖的黑色音波 化作了无形的波澜 疯狂地冲向了下方墨家斋地 墨家斧底外的阵法迅速地拨动 而后第一时间炸开 无数的阵光泯灭 而后下方建筑成片的炸开 一瞬间化为了灰烬 大量墨家族人惨死 仅有少数高手摧护 轩辕帝国的强者杀气腾腾 冲到了下方 如同虎入羊群疯狂地斩杀 仅仅片刻的功夫 下方便安静了下来 血流成河化为了死城 大人 墨家留守高手并不在此 这里只有少部分而已 墨家其他人应该是撤退了 并不在府邸中啊 大人 怎么办 薛云帝国高手震怒 脸色都十分的难看 觉得不满 因为啊 墨家府邸中 并没有多少人存在 是有一些强者进行防御的 但是数量不多啊 其他人应该是得到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就撤退了 让他们扑了个空 走 去墨家陵园祖地 无伤五弟目光阴了 仿佛早就撂到了一半 并不气馁 而是继续进发 要前往墨家陵园祖地 这是墨家的发源地 墨家之人在楚州要躲 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可躲 因为那里遍布阵法和禁止 一手难过 少 但是 无伤五弟他们无惧 有战争号角在手 即便是再难攻破的地方 他们都无惧 可以横行无际 墨家府邸已经被一位平地 化为了废墟 现在 薛云帝国 强者正在前往墨家陵园祖地 雪云帝国动用了重器战争号角 使无伤五弟率领的队伍 强者如云太恐怖了 墨家老祖他们还在赶回去的路上 距离楚州上有一段距离 根本阻止不了啊 难道墨家真的要被毁了吗 各种消息传出 如雪片一般 纷纷传递到各方 让人惊悚 让人害人 心神摇影 而后 众人目光又投射了过去 因为 墨家祖地 就在附近 无伤五弟等人第一时间赶到 发动了进攻 无伤五弟吹动号角 恐怖的战争音波席卷而出 要血洗墨家陵园祖地 一刹那 诸多的禁止被毁 阵光泯灭 墨家陵园祖地 一下子炸开 所谓的陵园祖地 那关乎太大了 埋葬着墨家历代家主和老祖 这是墨家的禁定 也是一方净土 是任何一个大家族的重中之重 其中 埋葬有墨家历代强者 是墨家祖先 沉睡之地 称得上是墨家最忌讳的禁定 这里埋葬有墨家诸多强者的尸害 不容亵渎 可今天 在战争的号角之下 墨家陵园 直接被炸开了 那恐怖的音波传递而下 粉碎无尽的禁止 顶接着 化作了无形的可怕杀器 要泯灭此地 要将整个祖地 都彻底地回去 而且啊 在那陵园的尽头 有诸多的血气溶动 显然是墨家得到了消息的 嫡系弟子和强者们 规避在此 惊怒万分 眼看着墨家陵园 就要彻底回去了 关键时刻 墨家陵园中的一些坟头 直接崩开了 轰的一下 一座座石碑暴涨 通天而起 化作了上千丈的天碑 灰红而旁边 至强符文闪耀 穆志明流转着 粉碎虚空 什么 所有人都大惊 墨家陵园中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波子 在遭受到了攻击之后 诸多墨碑通天 竟然爆发出 史无前例的可怕力量 紧接着 阴风阵阵 天地间 被无尽的黑气萦绕着 像是来到了阴曹地府 有死去上千年的强者 在呢喃着 要从腐朽的坟墓中走出来 怎么会啊 难道墨家被没在用的祖先都还没死啊 轩辕帝国强者们震撼 目瞪口呆 那无尽的陵园底下 仿佛隐藏着有恐怖的大灾难 让他们害人 哼 装神弄鬼 无伤五弟冷和 继续吹动战争号角 对时恐怖的音波席卷 不断地轰击而下 天空都快炸裂了 两股力量碰撞 近期直冲九万里 将天际都给撕裂了开了 不得不说 墨家陵园这里的布置太厉害了 承受战争号角的恐怖攻击之后 竟然没有毁掉 只是破损了 有些坟头直接炸开 也有一些坟头被掀翻了 露出了漆黑的棺果 在这样的攻击下 棺果依旧是完好 并未被轰开 只是萦绕着无尽的黑气和雾气 给我进攻 无伤五弟下令 目光森冷 顿时诸多轩辕帝国的强者们都动力 冲了下去 厮杀声响起 那一方秘境顿时被打爆了 许多墨家弟子们的身形出现 全部隐藏在里面 墨家余孽都在此地 今日看你们还能往哪儿掏 都得死 动我轩辕帝国之人 任何事里杀无赦 轩辕帝国的强者 宁笑着疯狂出手 顿时惨叫声响起 由墨家弟子第一时间炸开了 化为了血雾 尸骨无存 太凄惨了 逃到墨家陵园祖地的墨家弟子 却是墨家的嫡系弟子 未来的种子和希望 但此刻却在被屠杀着 鲜血浇灌了陵园 被墨家先祖们的尸骸亲眼见证 这灭族的一幕 轩辕帝国 你们不得好死 墨家有人嘶吼着 声音迭血 都嘶哑了 怒气冲天 但是没用 墨家老祖 此行进攻轩辕帝国 带走了族内绝大多数的精力 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 虽然也有强者留守 但是轩辕帝国早有准备 做了十足的计划 根本就无济于事 墨家 这是要被灭俗了吗 远处 不少势力的探子盯着 心生恐惧 在那颤抖着 即便他们不身处其中 但是利用密法远远观望 同样内心发喊 灵魂都要被冻结了一半 非相祷告 赵文祖先 此刻 大量墨家弟子惨死在那 一道苍立的苍老声音 嘶吼着 从秘境中 响了起来 怒意冲天 这种话语一出 山河接着 召唤祖先 这种低厚 让薛元帝国不少的强者 寒毛倒数 有些心井肉条 墨家祖先不是应该早就死了吗 难道还存活在世啊 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不用想 能在墨家这等强大势力 被尊称为祖先的强者 会有多可怕 毫无疑问 在他那个时期 肯定是个究极人物 能够被埋葬在墨家 灵源祖地的强者 也据是家族 老祖等强者 如果还有人活下来 定然是老怪物一般 手段通天 可是墨家真的有先祖活着吗 五帝强者 虽然是命运久长 活着数百年不是问题 甚至有的五帝 能活到上千年 但是 大路变幻 征战杀戮 势力更迭 一般来说 那个时代的强者 都很难活到现在 都几乎是灭绝了 而且 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消息来看 墨家数百年的 老一辈强者都已经死去了 而且是死去了很多年了 如今墨家 只有墨家老祖一个 依旧还活着 其他人 早就应该是 死在了岁月流年中了 可当那墨家的强者 念叨出这句话之后 这片陵园的气氛 陡然变了 翁底下 浩大的石碑 散发出了黑色的气息 有一种莫名恐怖的气息 在陵园中流淌 让人心底发肾 寒毛竖气 隐约中 不少轩辕帝国的强者 感受到了四周黑暗中 仿佛有眼睛顶着自己 阴冷暴虐 杀气冲天 这令他们惊索 毛骨悚然 有些忌惮 陵园祖地内 墨家诸多强者 放弃了抵抗 一个个失产着精血 星石洞中 再燃烧着一根黑色的香 发出了特殊的波动 所有人一起参拜 他们在用精血 召唤祖先 虚空中 无尽的黑气营绕 一股神秘的力量诞生 通体阴了 大人 这墨家不会 这有老东西还没死吧 有轩辕帝国的强者 颤生的 因为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这种气息 像是被一个人死死叮嘱一般 十分的不舒服 这是强者的一种直觉 一个人或许还能够出错 这么多人 岂会一同出错呀 笑唬谁呀 一堆苦苦而已 顶多也就是一特殊密法 炼制成奇事 借以生贤的威名而已 真敢召唤出来 直接打爆 你们又怕什么 也有巨拨五弟冷笑 强势而罢了 挥手间血迹冲天 屠杀莫家强者 天空中血雨倾盆 大家小心 无伤五弟皱眉 目光凝重 因为他也觉得不对劲 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感 他隐隐的萌生的退意 此地太诡异了 如今已经大功告成了 莫家幸存之人几乎被杀得七七八八 他想保存实力 开始撤退了 不想节外生志 大家都后退 于是他立刻出声 第一时间布下了传送阵文 时刻的观察下方局势 大人 何惧之遥啊 今生的一些阿猫阿狗 直接打爆了就是了 你若担心 让属下打头阵 屠了他们 那先前不屑的巨拨五弟开口 目光争你 瞳孔中 泛起了杀意 冲了过去 要血洗剩下的莫家之人 小心 可突然间 无伤五弟大吼 一时间觉察到了不对 怒吼道 所有人后退 进入传送阵 轰的一声 在他的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鬼风嚎叫 下方的一座黑色光果 直接炸开 轰隆的一下 一道漆黑身影 从那棺果中冲出 这是一个老者 拥有着夜宵一般的嚎叫 嘶吼出声 皮薄骨头 头发都掉光了 身上的衣服腐朽 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腐烂了 分明死了不知道多久 可现在 他复生了 双眸射出了忧虑的光芒 如同恶鬼一般 他的身上 散发出了腐朽气息 其修为不可揣度 一步就冲了过来 双手如同哭骨 扑齿一声 就刺入到了 那巨部武帝的胸膛中 那巨部武帝惨叫 鲜血横飞 一瞬间就蒙掉了 痛苦的哀嚎 这老者太强大了 身形虽然干苦 如同哭骨一般 但是身上 弥漫着腐朽之意 都快烂掉了 可现在 他通体发光 浑身萦绕着黑色的气息 双头散发出幽光 杀起冲天 他双手如同利刃一般的 探入到 轩辕帝国 巨拨武帝的胸膛中 鲜血横飞 他舔着舌头 面露争腻 在嚎叫 如厉鬼嚎哭一般 所有人 浑身都毛发 惊悚不已 那是什么呀 远处利用密法 和各大势力探子 惊得心脏都快炸开 他们看到了什么呀 从墨家陵渊祖地的棺果之中 竟然杀出了一具尸体 力气冲天 像是从炼狱中走出来的 幽鬼一般可怕 血魁 快退 薛元帝国的强者们也经过 无伤武帝 直接嘶吼出车 对着那巨部武帝吼道 让他后退 血魁武帝浑身发寒 第一时间后退 浑身气血翻涌 犹如是血海一般 向后撤退 要逃出对方的杀戮范围 但是没用 那老者双眸悠悠 死死地盯着他 像是鬼怪一般 太可怕了 你们 凝固岁月一般 想要追溯过往 死气沉沉 血魁武帝可惜 身上被染上了一丝黑色的倔气 肌肤直接溃烂 化为了黑色的浓血 低落而下 根本就无力阻止 他惨嚎着 丝毫出声 为自己的鲁莽和大义 付出了代价 觉得身体在腐烂 根本阻拦不了 哪怕是后期武帝的真元 也难以抑制这种腐烂的姿态